好了,今集又是沒有數碼東西的數碼生活頻道了 動脈無雙慶祝不需要的 因為今集是一個CrossOver節目來的 就是這個數碼生活頻道和動脈無雙兩個節目的一個聯合節目來的 所以今天是會有比較奇怪的人員組合的 數碼生活頻道方面,絕對是不會有Ken老闆的 否則可能會和Jenny在一起大戰 Ken老闆已經被我們搞定了 好,介紹一下我們吧 這兩位就是數碼生活頻道的兩位重頭人物 千萬不要這樣說,尤其是現在最怕是什麼好東西 什麼叫什麼好東西 你早兩天不是跟我說歐陽好東西嗎? 抓住你,好害怕 這位就是歐陽,另外有一位女聲 動脈無雙的聽說,可能沒有聽過女聲 Hello,我是Jenny 其實這集是數碼生活頻道 我還沒說我是誰,你想怎樣 我剛才叫你IM哥 你不要騙殺我,我已經迷牙狀態 好,你繼續吧 我今天要講講我是什麼水 好,介紹一下 這個動脈無雙那邊的IM 我們今天要講的話題就是 關於大概兩個星期前 這個香港的CW36 其實對我們來說不是兩個星期前 都可能不止 我們更多 剛剛 剛剛 對,對 是沒有久之前 沒有久之前 沒有久之前 隨便 中間就發生一些 其實之前都試過類似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明光社 或者叫做淫審處 進來的一些巡查行為 沒收了一些相關 可能懷疑 觸及了一個淫審處 文物品條例的內容 的一些同人本 所以就產生了一些 一個比較大的風暴 究竟同人介入要怎樣 因為面對執法人員的衝擊 當主方面要怎樣 亦都質疑就是說 執法當局 他有沒有這個權限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今天就 為什麼有這麼奇怪的組合呢 就因為 有鑑於我們這裡有 法律相關的人士 可以說得好一點點 其實我比較害怕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之前I.M.說 他是想著 大家討論一下 然後他居然就說 打DBA 哇!嚇到我 然後他只是補充一句 他之前打DBA是什麼 中學時期嗎 令到女生哭 大學來的 不是中學 不要解僱 不如不要解僱 我反而想說說 為什麼我想你們說這些 因為其實這件事 是機關動漫事 有關IT事 但這件事說了很久 其實我們不是第一次說的 數碼生活頻道 其實N年前曾經說過一次 我有聽的 你不用怕 N年前曾經說過一次 為什麼呢 絕對是關事的 因為網絡23條 我曾經說過 其實是類似的事情 但是 其實說真的 在網上 反而執法是沒有那麼兇的 如果你說純港的執法方法 如果純港的粗暴性 就沒有今次 comic world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 一些政府的事情 其實上屆政府的前任保安局 李兆光的局長曾經說過 警方是不會有這樣的時間 去逐個逐個在網上執 所以其實主要的做法 都是等於有人投訴的 其實網上很老實說 就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打得那麼緊 這個是現實來的 雖然有很多人其實很反對 不是的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從業者 其實我就反而覺得 很老實說 網上的內容 政府執法 其實從來不算很緊 以香港來說 當然以香港 因為香港其實 對出版的刊物 其實是比較緊的 不要緊 但是因為有其他不同類型的機構 然後呢 就想政府加強這個執法 當然我們後面會再說 我們現在回來的主題 就是說 紅人界方面 譬如說 這次所謂的苦主 可能是受影響的 受掃蕩的攤蕩 他們有說過一些 在社交媒體說過一些問題 就是說 執法當局 或者叫懷疑執法當局的人 他們來的時候 就沒有很明確的出示到一些 所謂證明他們身份的事情 譬如說 他見到有一個男子走過來 然後他就說 他就是這個通訊辦 類似的政府部門 這樣 他就要 懷疑你們這些書刊 就觸犯了這個 尹斯加北亞物品條例 那他就要 擾貨 就是傳媒給你抹收 拿去送審 當然呢 也會有 可能有些比較熟悉條例的 同行當主 會拒絕 但是後來 他就比較增援 所謂的執法部門的人 懷疑 正所謂 其實都是口龍鼻爭 而已 就有另外一位人 就證實他的身份 但是問題 證實身份 那個人 又有誰證實你的身份呢 當然啦 我們三位當日就不在場 那很多時候 有些事情 就很難 絕對確認真實性 但是問題就來了 如果任何的同行當攤 在譬如動漫師也好 在這個同行場也好 萬一又遇上類似的情況 其實他們可以要求這個聲稱要執法的人出示些什麼 然後才可以讓他們行駛他們的權力 其實比起你這個 我更加想 你剛才說的那些 我都網上看過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你會用苦主這個 term 我也是 我也覺得 為什麼你會用 我完全不覺得他們是這樣 這個 term 不是我用的 這個 term 他們一向和人家現在正在用比較普遍 就回我們那邊的聽眾 用苦主的 term 他們就比較容易變成 OK 但我不是很同意他們是苦主的 當然啦 這個是後話 我們先說他們應該做什麼 但也很重要的 我覺得 要 define 他們是不是苦主這個 term 因為說真的 他那天就被人 起碼被人拘捕了 不是拘捕了 他被人沒收了 其實他 其實我看網上說 他們是用偷這個字 他們不是用抹收這個 term 我也覺得很神奇 我又不敢說 是嗎 他們自稱是想偷他們這本 我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會用偷這個 term 是不是 我不是 其實我的 term不要緊 他是不是 用什麼 term不要緊 不過我覺得 首先 我說的 因為這件事 我看過的資料 其實大概就是 那天你說有執法人員進去 其實有些是買的 其實事實上就是 有些是買的 反而我覺得 你說 所謂的苦主 其實他們 有些為什麼不滿呢 來自兩個問題 一 就是執法的手段 粗暴 這個我認的 我也認的 我認為是對的 反過來我被人抄牌 要不需要拉車門按下 現在說的是那個 是 衝著紅燈 你拖出來按下 你不立槍 我見大家的說法就是這些 這個我就同意 但是你說 你衝紅燈這個行為 是一個問題 你要停一停 你要補充 給數碼那邊的聽眾 未必知道這件事 因為當日 那個情況就是 當執法人員 那些所謂的執法人員 掃蕩的人 就在那裡拍打他的商品 在那裡 好像耶穌入聖殿 在那裡掃蕩 扯他的那些 這個我認為執法人員 有粗暴的 如果大家用一個報紙檔的感法 他就是把他報紙的鐵架上的集片扯下來 拍他的報紙的膠袋 搞他的那些廁紙 類似的行為 我想這個手法是值得相確 但是你說 在一個動漫的活動裡面 就是這樣搞 用一個這麼粗暴的方法去執法 對的話就很難說是 他是對的 尤其是對方也不是什麼窮空極惡的罪犯 但事實上 尤其是很多都是年輕人 其實 但是你說 去到法理上 就是另一件事了 我們又要理智一點分開 把它拆開 是感性上 兩件事來的 感性上 阿sir按下地上拿槍就不對 你性上 到底我犯什麼法 阿Janny妹 你可不可以講講其實犯什麼法 首先 他賣那本東西 本身是不是已經是屬於 我們說的淫薩及畢雅了 淫薩及畢雅是不能說你講的 不是我們說 但是 是的 但是一般來說 其實我聽說 我這個不太確定 話說說 如果你租CW的單位的時候 CW人員是會跟你說 你們賣些什麼 我們不會負責任任的 如果你們賣些可能違法的物品的時候 那你們可能要相對自己負責任 現在的問題是 你是明知道可能是 那些東西是不合法的 那為什麼你還要去賣呢 那我又覺得 然後你買完之後 你還要告訴別人 你這樣執法不對 這樣 我又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 不要這樣 這個很重要 但是 你可不可以回答 如果 哪怕那個人犯不犯人 也好 那就算有執法的人 真的是你 那他應該可以要求他出示什麼 去證明他的身份 那類的東西 出示證件 多數是證件 說起出示證件這裡 我又要說 很多人都有一個誤解 就是一定要拿搜查令 或者搜令 其實正確地說叫搜令 但其實根據 任審條例 就是Session 390 其實根據36A的時候 其實只要合理懷疑的話 其實就已經可以 去沒收 嗯 那補充一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 本人和任何大部分 沒有部分的商店都比較熟悉 亦都相知不同的一些 被人落查的個案 那一向來收東西 都是不會拿任何的搜令 那怕你被人收了十幾年 他都是不會有一年 突然間拿張紙給你看 正如就是 每個人來收東西 你拿了東西 就過來收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懷疑 為何他沒有出手 你叫他沒有權收我本 不是的 從來都不會有人拿張這樣的東西出來 不過我想補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的聽眾 未必知道什麼事 簡單地說 comic world是什麼 因為我講講 對 因為有些聽眾以為 就是動漫節 不是 其實comic world是另外一種 那些是同人 同人的內容 其實很老實講 相對來說 踩界很多 這個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們不同意 我覺得同人的內容 一般就會比較踩界 歐陽這個說法 有對 和不對的地方 請說 因為動漫節裡面 是有同人區的 而同人區也被人掃過 所以你這句就不要一概而論 當然 那些就不說 我正想說 其實最近發生 為何大家 這麼多意見 就是 因為那裡 現在是comic world 最近被 執法機構去掃蕩那一次 其實呢 類似的事情 我反而想說 為何會 炒得這麼大 其中一件 就是 一就是執法粗暴 二就是 會不會和言論自由有關 會不會是打壓等等 其實大家要拆開兩件事 但是呢 今天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 既然Janny妹在這裡 先收拆一些 先講一些技術的問題 講了半 你說 I M想問的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 他想說 就是 我覺得 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覺得他呢 其實是 舖 展商 多些 那 其實站在這樣的立場 Janny妹先站在這樣的立場 你可以講講 應該做什麼 你試試站兩邊 你站那邊的話 其實我覺得 你這些 喂 那你如果大家 都是跟原則玩的話 你 我覺得 你自己行得正 站得正 你就不需要害怕別人掃 那你不要出這些本就行 如果在香港是違法的話 為什麼你要出這些本 不如我問你 其實我看過很多被掃檔的人說 例如他問 是否要搜寧 是否需要搜寧 法庭需要領 我需要不需要去發寧 法庭申請才可以 剛才I M要講 是不用的 I M剛才已經講了 你三秒失憶了 對 你老人意外 我想問 既然他來掃檔的時候 我可以做什麼反應 你可以要求他出示證件 當然 其實我覺得冒充的可能性 比較低 始終 你冒充其實是附近一個很嚴重的刑事罪行 所以其實他會冒充的機率是很小的 問題就是 根據Session 390 他裡面應該寫的是幾類人 警察 海關 還有 authorized 獨察 還有 當日他們很多人的一個論點 或者不滿的地方就是 那個偷偷摸摸在那裡查看 一開始的大叔 已經不是第一年來的了 一向都已經看到有一個奇怪怪人在那裡 也有些人覺得 或者是有合理懷疑 覺得他是跟某這個 宗教組織 這個明光社有些關係 但問題就是 當這個 人家 以職業部分覺得他是明光社的人 他應該不是符合到一個 做這些巡查的行為的時候 就有人去說 不是的 他是電訊辦的人 但問題就是口同鼻爭 他們比較尷尬 或者比較不滿 我想說他們的意思就是暴存的人 暴存的人 其實他是什麼身份不重要 還要是最後出來拘捕你 說你現在可能違法那個人的身份才重要 那我任何一個人 可能我不知道 我是學生 我買了之後我覺得 嘩!不是啊! 這樣的東西 那麼色情 我現在去投訴 可以的 這個不在乎他的身份 反而是 在於是最後來 查理你那個人的身份 我用一個比喻可不可以 那就是比如說 有個古華仔 他去報警 找查理來抓一個古華仔B 是沒有問題的 同一個原理 是的 甚至他自己是犯的 都可以的 那所以其實 反過來也有另一個陰謀論 就是說 是不是有人博出位 就是 同人當舉報同人當 這個我們不管了 這個今天不是這個 部分要考慮的問題 那好了 我們當解決了 這個說 有人來掃蕩 或者說要查收 那可以怎麼做 但是反過來 他們來做這些掃蕩 或者查收的時候 那其實 他可以檢走些什麼 還是 譬如說 他是有權 停止要求你 不可以再擺檔 因為 很簡單 他都說你這個東西 可能是犯法的 那為什麼你還可以繼續賣 你不覺得整件事 是不合理的嗎 那你肯定是有要求 他是可以要求你賣的 那是正常的要求 第二 這個程序我想問一下 因為 我想問 其實平日我們 在7-7買的龍虎炮 為什麼我們每天都可以這樣賣 因為 其實很簡單 因為那本東西 首先 人家是真的經過合法去送檢 就是送去淫審處做檢查的 其實龍虎炮 那些東西 是屬於北牙 其實它裡面的東西 都應該有著色 我沒有看過 7-7沒有被人掃蕩 是因為7-7買得到的東西 理論上已經送檢過 是的 已經送檢過 即是已經是屬於合法的 大部分 即是特別是這些 它擺明 玩色情的東西 它肯定送檢過 第二 在北牙的時候 你只要是用風圖 還有用一個警告 要五分之一的位置 是有一個警告 不給18歲以上以下人士購買 但是我們在說淫蝕的話 其實無論什麼年齡層都不給買 也都不可以管 管有可發佈 是的 不給買 不給管有的 那什麼叫淫蝕 大部分 就多數 譬如說 Sex這些 已經是屬於淫蝕 或者是露出 已經是屬於淫蝕 而北牙是 可能它是有些挑逗的成份 或者是它有些想 那些 所以為什麼龍虎炮是可以賣 而同人款可能不給賣 或者它經過了審查 起碼送了檢 是的 但是現在你現在在說 就是我反而想問一下 在Comic World那裡 如果你說 我有一個刊物 其實我想來想去 有一件事我都想先問一下 它當時這樣賣 我小量這樣印刷 其實本身理論上我都是出版的 是的 沒錯 已經是出版的 可以控制了 最簡單就是 我畫一隻沒穿衣 就是公仔 其實我這樣說 我現在立刻手畫一個 然後又送給它 其實這樣已經是 你看看它屬於 屬於不雅還是淫蝕 這個稍後可以再講講 是的 但我又覺得我要重新 就是要提一提 尤其是提一提這些檔主 你剛才說 大家很多時候會把18禁 當成日本的18禁 其實香港的18禁的standard 是不同日本的18禁的standard 日本的15禁已經是屬於香港的 那就是說 日本的15禁的程度 在香港已經 某部分已經屬於不給賣 日本的18禁的話 一定在香港不給賣 然後很多人就是混淆了這件事 還有我有看到 某個檔主也都有 自稱他那些自救行為 我看到他寫說 所有知道18禁的東西 就要入封套 還有有警告 但事實上 除了這些是不夠的 因為你裡面的內容 已經是屬於 超出了 不過不雅的程度 其實基本上已經是 就算你做了這些事情 都一直叫做 因為他已經是淫屍了 他已經不是不雅了 沒錯 不雅是不給賣的 不是 是淫屍不給賣 對 其實這件事 我基本上大部分的細節 其實我不在場 不知道 不在場 我純粹是靠看 網上的資訊 看回來 包括 被人收藏的人 還有 有些是 後來有意見的人 我反而想問一下 Janny 如果我這樣說 我作為一個檔主 如果有人收藏 其實我只能夠合作 是 最好合作 但是 對於我那件事 被收 其實算不算 是充公我的財物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即是私有產權問題 是的 反而我這樣問 因為這次我站在IM那邊 我們兩個打電話 但我反過來問一件事 你管有大麻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 我抵制我自己 我就想問一下 例如這樣 這是我的財物 我可不可以這樣抵制 你只要想什麼就可以了 為什麼海關可以扣起幾百萬的海洛� 因為你犯法 不是 就是這個原因 只要他有理由相信我犯法 可以他執法 是的 明白 所以你不可以說是私人犯法 憑什麼去判斷 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憑什麼去判斷 究竟你是判斷 還是你是沒有罪的 所以當時人 當刻是不知道的 哪怕是修理那個人 是 他都不知道的 所以其實 過去政府有個說法就是 審計處出就是說 任審處方面應該要 具體一些去培訓他們的巡查員 等到他們有個比較明確的指引 究竟什麼是什麼 任司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 他們去執法 不會那麼濫 或者叫做 但是是不是現在這樣說 如果別人這樣執法是對的 起碼不是對的 不要說對錯 起碼合法 就是他現在來執法 即是不理他的手段 你不用理他的手段 我想問 我只想問一樣 他這樣 整個程序 我聽來聽去 Jenny妹說了那麼多 其實講到底 原來 這次的執法 就沒有一個程序有問題 最多就是粗暴 最多就是粗暴 如果粗暴可以向什麼人投訴 是的 不如實際一點 我剛剛被警察按了在地上 我也可以去監警會 就是監警會 不如實際一點 既然是這樣 他有他做 我有我做 我被人按了兩下 你的救濟方法 我們叫救濟方法 就是你去投訴 投訴他的執法手段 是的 他的執法手段 但是你不能投訴 別人沒收到你的本事 是 那就行了 這個不明白了 沒什麼爭議 但是亦都反過來 如果 如果 真是說投訴到 或者怎樣怎樣 甚至你說要罵上發瓶 如果有些人 因為現在很喜歡 就是說 他來收東西了 我錄完片 或者說 他們會所謂一個 叫做 拆裝 這個我不可以肯定 就是說 本事根本不是那個當中買的 他放一本來 說是你的當中 這樣就不行 這個我也很肯定 你這樣說 已經是程序上的問題 這是第二件事 這個是一向都有的說法 這兩年 問題就是 他們有一個做法 就是 開場之前 我拿拍照 我的攤有什麼 我攤根本就沒有這本 突然間你拿一本出來 是有問題的 接著說是收東西 你這樣問 不是 同一類型的事情 你這樣說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如果是這樣 就是有人屈你那個犯法 已經是 是的 這是人家屈你 當然 我不可以證實 是不是 但口而相傳 是有這些事 那我也可以代Janny妹回答 這個不用法律人士 這個 我作一個普通市民的常識 如果有人插裝的話 就不用問了 是插裝那個人犯法 就是這樣 這件事完了 這樣 可以這樣理解嗎 當然 那些不就是砌山豬肉 砌山豬肉 砌山豬肉是大件事 那些搶槍都是砌山豬肉 對吧 你說怎樣搶槍 你說我的第一件事 是真搶槍 還是假搶槍 我講旺角那件事 搞錯搶槍 有人說搞錯 不知道 但問題是 無法判斷 結果 還了他一個公道 他真的沒有搶槍 相同的事就是 如果 我們應該作為 如果 我站回去 去賣 如果你想 Defense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 真的有人插裝的話 其實你應該要刑事舉報 這是另一件事 兩件事 不是任審 到時已經不是任審庭決定 那我當然是報警說他會蓋我一巴巴 但是我想 這樣理解 你剛才說過砌山豬肉的問題 已經out of 這個淫舌物品審財署的問題 沒有關係 就是 不會是由淫舌物品審財署去處理 如果真的有砌山豬肉 我覺得 如果真的賣的時候 如果有人因為這樣被砌山豬肉 當然是要報警 甚至乎 你應該要找律師 這是調查方的責任 例如警察應該用什麼方向去調查 你 是否被人插裝 例如我去到警察那裏 我被人報 反過來 是警方去自己辯護 不是辯護 是警方去證明他真的在這間檔拿出來 因為疑點歸於被告 是的 我也認為 所以不是他去證明他沒有賣 是反過來 是警方去證明他真的在這間檔拿出來 是的 是的 疑點歸被告 剛剛說的這個很重要 疑點歸被告 你有理無理 應該是照補案 你避了案 不會失敗 照計 還是我們繼續說 說什麼是淫審 其實我順序 我想讓Janny會說什麼是淫審 還有到底審什麼 那接著就再說 休息一下 待會見 待會見